各位最近勞力士有很多網友的提問 youtube 迪通拿怎麼分辨真假 當然是沒有辦法分辨真假 你直接去勞力士服務中心要最快最穩 其實內行人士很多人可以鑑定 但是 勞力士服務中心他還會幫你登記三分證 留下來檢驗 他會開蓋 然後再跟國外確認 入邊房間的 當鋪都會自己被騙 之前有個很好笑的影片 買一隻假的綠水鬼 結果當鋪還以為是真的 這些勞表啊 做的跟真的一樣 新表天行者不行 功能又多 這個假表技術還沒那麼好 齒輪一轉看就知道了 我們紅寶石珠寶也是啊 這些老師 電視上面脆銷 三秒鐘教你分辨紅寶石真假 懶教 三秒鐘你判給我看 好幾百萬好幾千萬的機器 才能看到他的真假 下一個 前天有人問我 曹律師都會排隊排到了 請問可以買嗎 126613的黑米 沒戲唱 你買的是賠錢 網路定價 519000台幣吧 不用配表 他在市場上 49萬 回收價 他是沒有議價的表 所以他才會給你嗎 你以為 整天在過年嗎 你以為你是林俊傑嗎 多人運動 啊 欸 你不是羅志祥 羅志祥的話 他就會給你好一點的 這隻也叫126613 是藍麵的 這隻就超訂價 有議價了 他原廠賣你 不用配表 你就一定要買 藍水鬼就可以買 賠錢才找你 漲價不會找你 結論就是 勞力士 私底下 搞這個小動作啊 就是要找我們的 業務的朋友啦 朋友的朋友才拿到啦 我常常打電話給同行 很小聲 他說 曹老闆 等一下 等一下再打 我幹嘛啦 我現在在勞力士 偷偷配表 原廠偷偷談 偷偷配表 我說 勞力士每個都在走後門 現實社會